我们听说越来越多的家庭因为才产了继承问题,而闹得鸡飞狗跳。 那么在中国古代,历代的皇帝有那么多的子孙,人家的产业可是整个中国,而且只能由一个人继承。 所以对于建储这个问题,也是历代皇帝最闹心的问题。 那么在古代,皇帝又有哪些建储的方法呢? 在上千年前,中华文明的早期,我们在书本都听过姚、顺与三位大帝,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,是根据善让制进行皇位的传承。 只要有贤能就有机会成为一国之君,想想那个时候的社会真是单纯,随着社会向前发展,人们也变得富有了,人类的私心也就显现了出来。 皇帝也不例外,他们不再想把好不容易得到的皇位再让给一个外人了。 中国进入了很长的一段封建时期,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,下着平民来庆上,这皇帝都实行了长子继承的制度。 这个时候,对皇子来说才能不是最重要的,出生的早才是最重要的。 很长一段时间长子及太子,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公开建筑,其弊端之德不言而喻。 直到我们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康熙帝的时候,一开始跟之前的皇帝一样公开建筑,可谁知太子不给力,让康熙帝大为失望。 康熙是位多么明智的皇帝,看到了后继人的能力不足,后来就没有策立过太子,进入了不立土的时期,后来永正脱颖而出,继承了皇位。 永正可是经历过处位之争的人,深知建筑的不义,大胆施行了秘密建筑,在那个时候可是创造历史的举措,秘密建筑的优点有很多,有效地避免了之前公开建筑的缺点。 表面上没有了皇位和楚位之争,使皇帝和中皇子和平相处,貌似天下太平,但是却有了致命的缺点,可以继承皇位等的人,自己都不知道能成为皇帝。 要知道皇帝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,就像现在社会上的任何职业,都要经过培训一样,对皇帝的培训更是必不可,稍等。 但是秘密建筑又不能刻意去培训某个皇子,这样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就是后面的皇帝都没做好当一国之军的准备。 又何谈去做一个好皇帝呢?秘密建筑有很大的隐秘性,因为不公开,所以其考核机制很不健全,全凭皇帝的个人喜好。 而且皇帝每天都那么忙,皇子又那么多,甚至一生有多少皇子都记不清,更别谈去了解每一位皇子了,所以秘密建筑的接班人才能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。 对于秘密建筑这一致命的缺点,是其整个家族对皇位的继承的延续性,就有了很大的威胁,也给了后代皇帝很大的压力。 对后代皇帝来说真的是伤不起啊。